念大学做什么? 欢迎来到哈喽大业 哈喽大业带你探索学习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大业大学结合联合国勇气发展指标 DGS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场域 设计了防灾与科学交案 今天的哈喽大业要带领大家 一起来了解大业大学如何扎根科学教育 迈向有趣未来 今天的节目邀请到大业大学 消防安全学士学位学称周中期副教授 周老师连续四年获得文化部文化资产学院奖助 与台中市正平国小合作 推动古迹防灾 今年周老师也荣获国科会三年期计划补助 推动大首席小首科学齐步走 台中市偏向科普活动SDGS行动 今天的节目精彩可奇 节目一开始请老师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业大学消防安全学士学位学成的周中期老师 大业大学从民国109年开始 以台中市南屯区为基地 携手在地小学一起推动古迹防灾与科普教育 请问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参与文化部的文化资产学院计划 这几年又是如何推动科学教育扎根呢 在最一开始的起心动念只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对文化资产有更深的认识 然后对自己这个生活长大的环境 它是怎么演化来的 从最原始的古人的肯托一直到古工艺的智慧 到科学的融入 到社会跟生活课程的置入 这一系列的课程下去做规划 所以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第一年先让南屯区的小朋友认识梨头殿的发展 那从梨头殿为起点之后慢慢的再去衍生 包含到从乌日往北走 所以接着我们就往南回溯回去 去认识乌日的发展 再往南去认识从彰化鹿港这一个区域的连结 跟文化和台中市有什么不一样 那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整个计划扩展到坦雅省北台中的这些区域了 让小朋友可以很深刻的知道 他的先民们是从鹿港上岸之后沿路一直往北走 然后经过了他们所居住的南屯也是梨头殿这一个区域 然后再继续往北去发展墾拓 那到第四年计划的时候呢 因为整个大台中的发展除了山线之外 还有海线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以山海线的铁道来做串接 所以从台中最北的一个车站 日南车站它也是具有文化资产身份 我们从日南车站开始 然后包含到追分 包含到我们在山线这边的龙腾断桥 盛兴车站 台湾车站等等 把整个用铁道把我们的中章地区 肯托历史再去做一次的串接 那同时也把铁道的发展文化 来让小朋友有更深入的认识这样子 老师今年通过国科会三年期的科普活动计划 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的偏乡科普计划 规划了哪些活动来提升小朋友们的科学素养 这一次的三年期科普活动计划 我们以偏乡为主要的科普推广的场域 因为我们希望的是让偏乡的小朋友 能够利用教育来翻转他的人生 然后用科普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游戏 活动然后小教案 来让他增加自己对自然科学的探索热忱 所以在整个课程里面 我们会三年分阶段的去进行 每一季都有不同的主题 包含到客制化的针对 那个偏乡的小学去设计他的校本课程 哪些科学的元素可以置入进来 那哪些科学元素可以协助他们再去横向的推广 他们在地以农业为主的食农 或者以渔业为主的渔业相关的科普 所以在教案的设计之后 接着就会有一系列的教室演习 因为我们希望做到的是 老师们不管有没有一个国科会计划的补助 他都可以让科普这一个活动一直永续下去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季节是针对教室演习 那也会有一个季节在进入快要到毕业季之前 我们会训练高年级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接着已经要迈入国中 所以自然科目对他的理解认知 又要迈入不同的层次 他必须在这个时候来培养科学转译的能力 叙事力的能力 跟发想的反思的能力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训练高年级的小朋友 有这些的能力之后 最后在他毕业之前办理一个科学庆典 也就是台中市城市科学节的活动 那这个科学庆典的活动里面 我们就会去把整个一整年下来 这所学校所发展的科普交案 透过一个博览会的方式来让中低年级 包含幼儿园甚至社区大学的长辈们 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那这样子就可以变成一个稳定的循环 让这所学校他持续的一直有科学的能量 可以一直置入在小朋友的生活中 听起来好有趣 节目最后想要请问老师 除了中部地区的小学生 其他县市的大朋友小朋友 有没有机会跟大业大学一起玩科普 在这个部分 我们其他地区的小朋友 如果因为也碍于我们的时间跟人力的关系 其他地区的小朋友 我们也可以用线上的方式 我们在YouTube上面跟Facebook 都有一个台中市大首席小首的一个 城市科学节的网站 那在YouTube里面每一年都会新增 10片以上的科普教案 老师们或者是家长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 简单的去学习操作 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执行这样子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记得上YouTube观看科普教案 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 喜欢节目的朋友 别忘了按赞与追踪 哈喽大业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拜拜